收视率结束了,但是网络评分只有3.3分,应该是杨幂主演的作品中,评分最低的一部戏吧,不过这部剧也带来许多网络话题,其中黄子涛就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有人吐槽他的演技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中了谢小飞的毒,不过事实证明,不管评分如何,杨幂还是收视的保证。 谈判官播完后,很多杨幂粉们不也好奇杨幂,下一部播出作品是什么呢? 要知道,2018年杨幂后面还有多部作品带播,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应该是与软晶片合作的扶饶,还有一部是根据九夜回以回忆青春为主题创作的成长爱情小说改编的曾少年,讲述女作家与男律师恋爱故事的公所同心,还有蒲公英之恋等等。 亦前已变成 Natasha